香港特區政府 星期一舉辦《基本法》 頒布30周年網上研討會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 發表主題演講 他表示制定《香港國安法》 是回歸以來中央處理 香港事務最重大的措施之一 也是《基本法》實施以來的里程碑 他強調國家安全的底線越牢 一國兩制的空間就越大 有關法律定律之後 中央將更大力度地支持香港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 在主題演講中指出 香港的內外敵對勢力勾結 自去年修立風波起愈演愈烈 造成香港長時間亂局 盼然挑戰國家主權安全 突破一國兩制底線 中央出手是勢在必行 理所當然 張曉明強調 有關立法針對的指示分類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 組織實施恐怖活動 和外部勢力干預 香港事務的行為和活動 懲治的是極少數人 不影響廣大香港居民 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 一個是宣誓打擊極少數 不僅僅是為了安民告示 也是中央確定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 是有關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 而且也會體現在 有關執法和司法過程中 有關的立法對執行機制的規定 包括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機構 它的設置及其職權 都會以有效防範禁止懲治 上述四種犯罪行為和活動 為原則 為標準 並且會充分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的司法權和忠誠權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 但反對派其他背後的外部勢力 這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 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 變成外部勢力 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 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施 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 主要矛盾 他表示制定香港國安法 正是香港有亂變質的時機 強調國家安全的底線越牢 一國兩制的空間就越大 國家安全的底線越牢 一國兩制的空間越大 從經濟領域看 可以預見 立法出台之後 香港社會恢復暗定 營商環境 投資環境 會進一步改善 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力度 肯定會加大 包括大家關心的 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問題 中央也會不遺餘力的支持 張曉明最後表示 接下來無論香港發生什麼 或外部如何發生 全國人大常委會 將會依照法定程序 順利完成有關立法 並且確保在香港特區落地實施 他形容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 裝上了香港國安法這個殺毒軟件 必定會運行得更安全 更順暢和更持久 鳳凰衛視趙凌峰 香港報導